懦弱白领办公室日日受气 超市购物意外得知杀手父亲身亡 未报杀父之仇 他毅然加入杀手组织 首任仇任后却发现竟是误杀了生父 这一切的背后究竟又有着怎样的秘密 今天木卫给大家讲一部犯罪动作电影《刺客联盟》 男主维斯是一个性格懦弱的小职员 他天天到处受气却不敢吭声 这天他在超市买东西 突然出现一个叫火狐的性感美女跟他说 你爹是个顶尖杀手 昨天被人杀了 留了一笔遗产给你 维斯一愣 什么鬼 自己不是一个孤儿吗 什么时候冒出一个爹 火狐弹他来到一个基地 一个叫老黑的人走了出来 并给了他一把枪 还说这是他爹生前用的 老黑表示 枪和遗产已经转交给你了 刺客联盟欢迎你加入 为父报仇 维斯觉得这伙人肯定是群骗子 于是要求离开 回到家他赶紧把枪藏进了马桶 然后赶到ATM查了一下自己的存款 发现居然多出了300多万 吓得他赶紧取了点出来 次日他照常去公司上班 领导又跑来不停地训斥他 有了底气的维斯这回不忍了 直接开口对了回去 还把平时欺负他的同事给揍了 之后维斯一脸爽快地离开了公司 来到楼底 他发现自己因为超市枪战的事情 被警方通缉了 这下他原本想做个 普通富二代的计划泡汤了 于是他来到刺客联盟 找老黑选择为父报仇 老黑告诉他 你的仇人是个超级杀手 你必须经过训练 这些训练项目 让他每日都伤痕累累 幸好联盟有种特殊的药育 可以帮助他迅速恢复伤势 最终他终于成为了一名 合格的杀手 这天老黑带他来到一个纺织间 告诉他 这个纺织机可以推算出 世界上值得被消灭的目标 说罢便交给他第一个任务 维斯觉得这个选目标的方法 也太扯淡了 火狐告诉他 以前有个新来的同事也觉得扯淡 就没有去执行任务 后来任务目标上的人 把自己的全家都杀了 然后火狐陪着维斯 完成了他的第一次任务 两人之间的感情也迅速升温 执行过几次任务后 老黑终于给维斯 安排为父报仇的任务了 维斯在行驶的火车上找到了仇人 双方立即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突然行驶在大桥上的火车 侧翻脱轨 危机中 仇人居然伸手抓住了维斯 维斯趁机给仇人补了两枪 爬上去后 奄奄一息的仇人告诉维斯 自己才是他爹 震惊的维斯不小心让枪走火 两人从高空上坠落了下去 醒来后 维斯在一个小房间里 原来是他爹的朋友受偷救了他 还告诉他 他爹也是刺客联盟的人 因为发现老黑篡改纺织机给的目标 而离开组织 并且他爹一直在他身边 因为想让他过平凡的生活 所以没有相认 了解真相的维斯 开着车冲进了联盟的基地 他一路杀到老黑办公室 精英杀手和老黑都在这里 维斯爆料到老黑篡改纺织机目标 老黑说道 纺织机出现了我们所有人的名字 你们要自杀吗 杀手们默然 但是火狐相信维斯 也坚信纺织机的准确性 他趁众人不备 开枪杀死了除了老黑的所有人 包括他自己 等维斯反应过来后 老黑已经不见了 他带着商来到街上 查看自己账户 发现自己的钱也没了 难道自己要找一个三流公司 默默上班了吗 几日后 老黑发现了维斯新的工作地点 正要开枪 却发现这根本不是维斯 他知道自己中圈套了 下一秒维斯就从远处 开枪狙杀了老黑 正所谓 善恶有轮回 苍天饶过谁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